壽司店促銷手法引發全台鮭魚之亂 有立委提案 姓名條例改名後需要六個月 一年甚至更長三年的冷卻期 避免再有民眾亂改名字 全部系上教授都知道了 就問我說你去改名字吃鮭魚 記者找到當時也跟風 改為零高價鮭魚的大學生 還公系零同學 認識滿多新朋友的 還不錯 有認識妹子 有 他笑得比你還開心 他有認識 他有認識 是斬他的廣 他說改名後 雖然同學師長常拿這件事 來開玩笑 但是卻也因此 認識更多新朋友 就這樣會太麻煩 可是我覺得這個立法 是沒有必要的 就是因為現在 就是大家名字是自己決定的 自己的生活自己決定 如果真的有心想要 改名字去吃的 我覺得還是會去吃 對啊 要嘛就改到 只能改一次名字 只是真的要拉長改名時間 確實還是會影響 改名字的意願 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 沒有一點不好玩 這根本是鮭魚 但 就連其他同學也認為 真的敢改名字 應該只是覺得 無傷大雅的小玩笑 因此修改髮條 想改名的人 還是會修改 就是那種鬧的人的話 但他的另外一半應該是可以 反正就了解他會這樣子 然後是可以接受 就是會願意 為這件事情 就去改名人 應該本身就是 另外說 姓名有文字的零性 是人的骨架 卻因為免費促銷就亂改 就是因為現行法規 改名的規定太鬆散 造成類似的情況出現 因此才會提案 另外立委也說 因為鮭魚之亂 造成了護震系統資源浪費 希望提案修法 也能夠減少 類似情形發生 TV新聞江俊彥 張子民 台中採訪報導 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